台湾是水果王国 农业部跟国内生产合作社等单位努力合作 获得了日本公告同意 首批六公顿红肉红龙果完成解益处理 这一天在丰园市举办了外销日本首运记者会 行政院副院长郑立军更亲自出席 表示这一刻等了八年 终于能够把台湾优质的火龙果行销到日本去 那时候是有技巧的 刚刚我有提到 其实在输出的时候 不管是芒果或者是火龙果 通通都要进行插针 现场人员进行温度插针 在台日两方检疫端共同振振后 官柜进行征手处理30分钟来杀虫 首批台湾红肉红龙果六顿 在丰园检疫场完成检疫 准备销绑日本 南端我们可以农民可以确保生产品质 可是除了农场以外 经过漫长的运输 包括海运的运输 我们要持续的让这些产品能够维持很好的一个品质 那就是靠我们的冷链系统 从产力的种植到这个我们检疫的技术的突破 那么以及冷链设备到输运过程确保品质 还有我们市场端的这个破销 这个一整个过程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是要靠大家一起吸手努力 农业顾给我们政府它需要扮演那个财团扮演的角色 这个才真的是要国家队 就是整个国家队去帮我们农民质 我们的好东西 都能销售说 政府与农友新手努力八年 曾让台湾红龙果摆脱果实营 重返到日本市场 营占最大强敌越南白昼红龙果 而台湾更透过了产销履地来进行溯源管理 近五年全台生产面积有2800公尺 而在台中的厚令也是重调产区之一 明代争取加注外销正种来保障农云收益 我们都是全国第一名 所以未来我们台中市的这些红龙果火龙果 也都要纳入在外销的体系 台湾很好吃 都第一名 所以祝我们的农产品还有水产品 所有的是好的 我们共同 我们新住民变成大家的桥梁 我们这个国品输入的金额成长了三倍 去年已经突破3000万 应该没有错 这当中我们的国品输出的金额 占全球的市场里面 我们输入日本的市场的比例 已经上升到百分之47.4 根据统计 目前日本是台湾水果最大的外销市场 红果一年有1600公顿的市场双击 而行政院副院长及立法院副院长等人 也进行峰贵起运 期盼打开这条烧日通路 能够为农业界来带进更多的契机 这铃家话台中才碰到 是 好